真家警察深夜追车 信念古墓遭遇危机 结果我们车一靠近一停下来 警察冲下去的时候 突然还就冲了 一个团伙一次预谋 出资人竟是千万富豪 就像救命刀草一样 就抓住了 一边是迫不及待 一边却反复推脱 团伙内部成员的关系 忽朔迷离 其实我到现在才知道 他们根本没挖吗 就打了这么一个洞吗 他们只是想骗我 本期夜线古墓鬼影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 夜线节目 我是张悦 这两年呀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挖分盗墓题材的小说啊 电影电视剧 忽然之间就特别火 然后大家好像觉得 挖分盗墓是一件 很酷 很神秘 很刺激的事 但是它再新鲜刺激 它也就是个 艺术作品嘛 它是个故事 怎么就有人当了真了呢 在湖北省沙阳县境内 发布着大量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墓群 结果那儿的警察呢 有一天真的还就在古墓群附近 背着了一个盗墓团伙 据说组成的人是各式各样 然后这个出资人啊 还有盗墓出资人 出资人还是一个所谓的千万富翁 我们一起来看 2015年12月14日晚上9点左右 湖北省沙阳县十里铺镇派出所 接到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 一位当地村民举报说 他在他们村看见了两名夜间巡逻的警察 但村民发现 这两名警察并不是当地派出所的人 他说刚才我看见几个你们说的几个民意在巡逻 这个我都不认识 他说这个民警还挺礼貌的跟我接个礼 打电话的村民所在地点 是十里铺镇派出所辖区白玉村 可当时十里铺镇派出所在外巡逻的民警并不在白玉村 那么村民碰到的两名警察到底是谁呢 如果外地的警察来我们执行任务 或者是我们上级公安机关来我们辖区执行任务 都会和我们写上号 但是没事很通知我们 湖北省金门市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故都 楚国王室贵州故后等楚国古墓群均分布于此 其中沙阳县十里铺镇辖区内 拥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200多座 而白玉村恰好有一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白玉种 那块地方平常案发率非常低 除了古墓 有其他的 那么我们感觉的就是什么呢 狠狠的荡木的 由于沙阳县境内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古墓众多 盗墓案件发生率非常高 曾经震惊中外的战国女士案就发生于沙阳县济山镇 素有中国第一古诗之称的战国女士被盗墓团伙拉到地面 女士遭到严重破坏 并且古墓中十几件国家一级文物被盗 给国家造成惨重损失 我国对于古墓一般采取抢救性挖掘 如果古墓没有遭到破坏 国家不会对古墓进行挖掘 据沙阳县十里铺镇文物管理所专家推断 白玉种里埋葬的大概是一位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的大夫或王爷 古墓中的文物极具历史科研价值 如果白玉种被盗 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就在民警行驶到距离白玉种不远的一处路口时 另一件意外的事情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乘坐的面包车前突然出现一辆 带颈灯的银白色奥迪车 发现有人跟着说 他就把那个颈灯摘下来了 我们接到报警就是坐在警察 这个车就上面有颈灯 我仔细钉上去 仔细看那个车牌 是这样的牌照 奥迪车司机的一系列举动 让民警对他更加怀疑 民警决定先调查这辆奥迪车 但奥迪车和民警乘坐的面包车 快要行驶到白玉种的时候 奥迪车突然停车了 打着转向 事业让我们先走 我马上跟车上的人安排 我的车停下停稳之后 堵住他前面之后 迅速下是进去盘查 结果我们车一靠近一停下来 我们警察冲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开车冲挡 奥迪车的速度很快 民警乘坐的面包车 追赶起来比较吃力 但是奥迪车司机似乎对道路不太熟悉 几分钟之后 民警们在一片油菜地里拦下了奥迪车 跳下车 我看到手里丢东西 一看丢着警灯 我马上跟警察说赶快下去追 奥迪车司机企图跳进油菜地前的小河 趁黑逃窜 民警们就地对奥迪车司机展开讯问 奥迪车司机王某阳 浙江省东阳市人 然后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意思不说 我就说你认识我吗 他说我不认识 我说我就是这个派手教导人 他当时就没话说了 谎言被拆穿 王某阳开始支支吾吾 而紧接着 民警在王某阳的车上 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当时我们警察在对他车进去收场 后座又有警服 我离穿警服收货 他就防止被别人欺账 王某阳的车上被民警搜出假警服 警灯 他向民警交代的信息 又和文物有关 那么王某阳和出现在白玉种的 两名未知身份的警察 会有关联吗 就在这时 王某阳的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让民警们心里有了底 我看到信息 上面问了有一句话 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已经开始动工了 这时 王某阳才交代 给他发信息的 就是出现在白玉种的两名假警察 他们的真实身份 是一个盗墓团伙 民警一边联系周边派出所组织警力 一边用王某阳的手机 与两名假警察进行周旋 当时有信息会来嘛 你怎么还没到 我马上就回去 我说我迷路了 对方说 你昨天 你前天来的地方 你都忘记了 我说天黑 我怎么找到的地方 把民警用王某阳的口吻 以迷路为由 与假警察约定 以车灯为信号 与对方见面 几分钟后 在白玉种附近的一个路口 民警看到了这两名假警察 路口我们看见两个人 就坐在那个等 好像等人似的 于是我们驱逐了上去 就将他们控制了 被抓的这两名假警察 分别是王某鹏和季某旭 刚把两人抓获 王某阳的手机上 又收到新的信息 因为我说你们外面是什么情况 他说我们还没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民警如法炮制 最终对方将位置共享 发到王某阳的手机上 我们马上通过位置共享 就我们发现上面是 我们的加油站 就是我们又迅速上去 在上面两个嫌疑人控制了 从加油站将张某 娄某抓获后 实力铺派出所民警 又迅速前往河北 将在头的李某抓获 在警方连续紧密的审讯中 五人对盗墓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他们先用改正的路阳产 首先探出 有多声 再打出 就手腕处的这个盗洞 再灌出炸药 实施定下爆破 据盗墓团伙成员交代 这次到达古墓 只需要在其中一个探墓室 留下的盗洞里 埋炸药爆破 再派人开关取出宝物 整个起货过程就完成了 令盗墓团伙没想到的是 当晚盗墓行动才刚刚开始 就被警察抓捕了 那么这个盗墓团伙 是怎么成立的呢 东北 东北 我跟王某说的 王某又找到那个 加洋那个 王某 在这个盗墓团伙中 吉某区首先找到李某 李某联系到王某鹏 王某鹏联系了王某阳 王某阳又找到自己的司机楼某和同学张某 2015年 盗墓笔记 《寻龙诀》等有关盗墓的影视剧非常火热 这引起了很多老百姓和古董爱好者对古墓的兴趣 盗墓不仅刺激好玩 而且又可一夜暴富 这几名来自不同省市身份各异的摸金校微 正是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 上演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寻龙诀》 分几个钱我都也不是说很重要 我说是光什么演动物一夜这一趟 就蛮有意思 我想咱们也是玩玩 别人都玩了嘛 就结束了自己要搞点王某和搞点收藏 放假放得很厉害 刚好是12月份有个300万要还嘛 手头上也没那么多钱 而且在这个盗墓团伙中 每人的分工不同 吉某区李某主要负责找人 王某鹏主要负责买工具 张某楼某负责望风 而王某阳则是整个盗墓计划的出资人 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 忽然之间不打听 住兵管不住一起 为了防止被抓 降低风险 几人可谓做了一番精心的准备 在真正盗墓之前 这个盗墓团伙专门了解了 实力部派出所民警的资料 并且他们曾三次到白玉种 进行踩点和打盗洞 所有一切都准备好后 2015年12月14号 他们带着工具到白玉种准备起货 因为王某鹏跟王某阳承诺的事 输入很快 就是差不多三天就会出货 但是通过三天的指示 王某阳一直没听到起莫的信息 所以说当天晚上我们抓获的时候 王某阳其实到现场亲自读证 看起货去了 从警方掌握的信息来看 这是一个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盗墓团伙 而作为唯一出资人的王某阳 据他交代 他曾经是一个身家几千万的老板 那他为何又要盗墓呢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道场嘉宾是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专家白燕仪女士 欢迎两位 一直觉得挖分盗墓是个小说里边的事 我也没研究过在现实生活中 在中国的刑法里挖分盗墓到底是怎么量刑的 先说现在 现在咱们法律所老实话是很文明了 现代法律了 其实刑法判的非有明确的说法 382条上面有关于盗绝古墓藏的罪 专门就叫盗绝古墓罪 这样的话 古墓藏的话 如果是一般的 那么三到十年之间 如果是国家或省级的 就像这个白玉总 它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像他这个打了盗洞的 实施了的 像他们这一伙子人 煮饭是十年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没跑了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文明的刑法 如果是搁了咱们中国老祖宗的时候 这个挖坟掘墓就是死罪 是中国人最不能容忍的一个罪行 也是认为最不道德 最遭天谴 甚至过去古代在罪犯的行列当中 也是最被歧视 最受人家看不起的这么一个 非常没有地位 极为下贱的这么一个贱业 就是挖人祖坟嘛 是缺德的事 对对对 那就是你要挖这祖坟 堆着就是个死 直到清朝的时候才放缓了 说你挖这个叫挖坟掘墓 不见尸 就是说你的尸体没有被 没有挖出来 没有从棺木里面毁损 那么这样的人 至少是留你三千里 见尸 那就肯定是攒立绝 就是没跑 对 那流放三千里也是很重的 那人基本上也是不可能活着回来 活受罪 对对对 你也回不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的重的一个罪行 它富有很重的道德谴责的意义在里面 那现在的话 说句老实话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也不是开玩笑的 刚才您说 即使是在偷盗的行业里边 盗墓的都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最贱的贱贼 可是这两年吧 也不是怎么 就这就是各种作品 就是讲八分盗墓 又讲的那个干这行的人还都挺帅 讲的还都挺酷 弄大家觉得这事怪好玩的 怎么这事就活起来了 本来说老实话 它就是一个文艺作品的片面性 就是说文艺作品 它不能不可能把这个事给你全部讲清楚 它就只给你把知识性的东西 趣味性的东西 通过文艺表达的手段告诉你了 本来就是供你消遣用的 而且还有带有艺术加工的这个特点在里边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它 我刚才讲过 我们很多其他的这种信息补充的方式 没有及时的跟进 只让你看到了所谓的这个知识的一种新鲜感 有趣性 这个盗墓也是个古老的行业 有很多技术活在里面 有很多刺激在里面 但是他的这样的一种受到道德谴责的这一面 他的伦理上极为卑贱的这个 这个评价的自古以来 受到评价极低的这一面 包括他对社会的破坏性 对于文物的破坏性的这一面 似乎没有像这些影视作品这么大的影响 及时补充给公众 你像过去有说这个绝户 就是说段子绝孙的意思 叫绝户贼 说的就是挖魂绝目的 什么摸金笑味 这根本就是过去像说嘲讽的一个 耶语的这个这些人的一个话 我们还以为这是一个特别酷的名声 你还觉得这是个很酷 因为你没听过 你不知道在过去的语境里面 这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人什么男子汉大豆腐 不是大丈夫是大豆腐 就类似这种这种嘲笑你的话 几个人的一个话 那对咱们且不说把什么反文明 道德选择这些参先不管了 放一边 就说后果本身非常严重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个是抢劫 那个是重罪 刑事罪里面的重罪 抢劫是同样的一个起刑 就是看个电影吧 它是个玩儿 咱不会把它当真 这几位爷居然就给当了真了 还笨手笨脚的就去干去了 然后就干出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去会把这种事当真去干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白老师 首先是一个法盲 虽然他们知道这是违法的 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违法的程度 有多么的严重 甚至还以为就是我提个熟人 这个吓唬吓唬 警察我认识你们领导 然后领导就过来了 说你认识我呀 对 他还停留在就是这样的一个 说违法 但是能够去很简单的处理 首先是法盲 其次就是对于财富的极其的偏执的那种欲望 你看他们我觉得 以前有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像他们觉得 那我们就靠着一片坟包子 我们就吃这个呗 反正这个也没多大事 抓着以后批评教育 顶多拘我十几天 也就这样 就是还是对于 我就是想发财 我就是想有钱 不择手段的要钱 这就是他们最原始的心理动力 无知幼稚法盲 对钱财的极度的这种渴望 好 可是他们团伙里边 不有一个号称什么 千万富翁怎么着吗 怎么也能糊涂的参与到这种事里边去呢 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王某阳 自称是浙江省某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在盗墓的这几人当中 王某阳认识的第一人是王某鹏 王某阳经常在王某鹏面前 吹嘘自己有几千万的身价 这也是他被王某鹏选为出资人的重要原因 我这么多年来啊 其实我都是赚的多 但是也花掉的多 我开资很大 我平均每天要两三万 王某阳三十二岁 据他说 被捕前他每天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并不是因为他出生于富有的家庭 而是在他十九岁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大哥 颜某 2002年还是2003年就给我三千万 让我自己发展 在我帮他三千万变了将近七千多万 再对我就是 反正都是两兄弟一起坏的 在认识这位大哥颜某之前 王某阳的生活一直很穷困潦倒 王某阳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市的一个农村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 父母又因外出打工 经常不在他身边 我老爸那个时候是600块一个月 做那个逐价的 就是我一个月是20块钱 学下来 我们别人都是买菜吃的 我都是用饭子米袋去菜袋去的 王某阳上高中时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为了学门技术挣钱 王某阳转到东阳市的一个绩效读书 因为家里穷又是农村来的 王某阳总是被城市的同学看不起 好像得罪他们了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班里 那就他就老是叫社会上的人来搞我了 本来一个礼拜一次被打 一个礼拜三十次了 因为老是被人欺负 王某阳从学校跑了出去 经常混进于网吧 也没有心思读书了 就认识一个跟我同年的 就是一个社会上的 他说你这样天天被人打 你还不如出去混了跟我 那就跟他出去混了 混了嘛 就混了没多久 就打架坐了 关进去了呢 这次因为打架坐牢后 王某阳在村里被人们称为流氓 更被人看不起了 又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王某阳一家人都会受到亲戚的冷眼 因为我叔叔他是开那个木工厂的 一年也就是说随随便便起 十万也得 看不起人的那种 我爸妈穿着西装啊 就是衬上 在那他女员们就说 哎大伯啊 他说你怎么没带领带 他就取笑我爸的 我爸就跟他开玩笑 大伯没钱买 要么你给我买一条 你知道他来了就什么话 你想都想不到 那大伯等你死了之后 我烧给你 我上去就是一巴掌 我说你这种大学生 狗屁啊 还没有我这个流氓 有文化有力 因为穷被人看不起 王某阳越来越坚定 自己要当一个有钱人的决心 19岁时 他去了广西南宁的一个建筑工地 当小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 我在抓水泥桶 转到一个人 把水泥桶摊到他身上 我一开讲话 他说你是这家人 我说哎我东洋的 我说他说我也是东洋的 结果他是董事长 认识了他叫我新 把他开车 我就一直叫哥嘛 王某阳认识的这位大哥 阎某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靠非法集资 发家致富 除房地产外 还有多家五星级酒店 在全国有20多家分公司 王某阳与阎某认识两个月后 就得到了阎某的青睐 王某阳不在乎挣钱的手段 是否合法 从此一直跟着阎某做生意 我当时就是想能量过好日就行了嘛 反正我买便利车 三百多万啊 我哥人我一句话 马上转转就转给我 我自己去买 2008年至2009年 王某阳的生意达到巅峰 那时他才24岁 在金华东阳那一带非常有名 他真正地过上了心目中富人的生活 当他再回到村里时 王某阳可谓风光无限 在我们镇上影响还挺好 经常就近那些老人啊 影响还可以 我有钱的知道我村里人对我多少尊重啊 我爸也脸上也管了 在村里人对我爸妈也很尊重啊 成为有钱人以后 王某阳十分享受这种被尊重的感觉 也正是因为有钱 王某阳的身边从来不缺女人 王某阳25岁时 他认识了他的女朋友 平时王某阳的应酬很多 除了自己的女朋友外 他在外面也会找其他女人 到现在王某阳和女友在一起 已经有六年多 并且两人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 但是王某阳还没有和女友领结婚证 也没有举行过婚礼 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就是小孩子先生下来再结婚 因为像我的想法跟别人 就一张纸嘛 其实王某阳不和女友结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王某阳十分清楚 自己是通过非法途径才有了这千万资产 如果有一天被抓 女友也不会受牵连 渐渐的王某阳在阎某的公司坐到总经理的位置 虽然王某阳通过非法集资的手段挣钱 但是他挥霍起来却心安理得 我们抓捕他的时候 包里面的一个暗格 零钱就有大几千万 这个王某阳很自豪地跟我说的 他说我的一百的钱买个五块钱东西 后面九十五我就不要了 这个钱啊 刚开始你可能拿来五百万 一百万拿来都是天文数字 到最后那里签了一千万两千万 感觉都是一个数字而已 王某阳发家致富后 父母亲属也都跟着沾了光 一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在我爸这个人很自私的 只为他自己的 他就乱来了 隔壁村里拉病 我妈还臭 搞起来 再就我也变了 你们要乱搞我也乱搞 王某阳说 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苦恼 其实这么多年啊 没有幸福 只感觉自己很孤单 就天天喝酒 每天喝到两三点 在外人眼里 王某阳每天过着滋润的生活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生意厂商勾心斗角 生活中没有一个真心朋友 因为像我们这种人缺少朋友 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范围里面 不可能跟你做朋友的 我自己也知道 都是勾心斗角 可能我想着你口袋里的钱 你想着我口袋里的钱 虽然王某阳坐拥千万身价 但是在外人眼里 他并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我觉得不是很简 他就是脑子一发乐 今天这个时候突然我想做什么事情 他就做什么事情 富豪的生活过久了 他变得越来越自大 因为他的自大工作没有规划 2012年以后 王某阳的生意开始变得不景气 欠债越来越多 他每天都活在借钱还钱的烦恼中 这每天啊 电话打爆 后来真的是你人家要钱的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的 你祖宗十八代都被他抄出来的 有的是 像我们到后来了啊 已经无路可走 2015年 王某阳的大哥颜某 因为非法集资等罪名 被警方抓获 就在王某阳走投无路时 他在自己的酒店里 认识了王某鹏 初次认识之后 王某阳与王某鹏互留了电话号码 那时 王某阳对古董感兴趣 经常在网上发一些古董的照片 这引起了王某鹏的关注 这慢慢的也知道 他也玩这个东西 他说 因为我这个啊 就像王某鹏嘛 我确实相信了 因为他给了你的一个印象啊 不会骗钱 跟他聊天特别舒服 他能讲到你心砍里去 到最后就是兄弟相撑了 王某阳认为 王某鹏不是自己生意圈子里的人 又是外地人 跟自己聊得来 所以王某阳把王某鹏 当真心朋友对待 2015年11月11号 王某阳要还一笔300万元的欠款 但是他无力偿还 正在为此发愁时 王某鹏为他想了一个办法 大概是20号左右 给我打了个电话 王总 他说 有地方搞钱你出去 他说投资不大的 三至五万 他说你最起码能赚几百万 我说你说来贴一下 他说那电话里是不方便 他说过两天我来找你 这次见面 王某鹏带来三个人 其中就有盗墓团伙中的 季某旭 李某 王某阳与他们见过面后 才知道 这个能让他还上欠款的方法 就是盗墓 在王某阳看来 他明知盗墓犯法 但这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 怎么说呢 慢慢的这个人生 已经被逼到那个死角里了 刚好他又凑上来了 他说你投资三万 最少有个几百万可以分 有那个几百万 我就一下子可能又活起来 忽然有一根稻草 给你扔下来 就像救命稻草一样 就抓住了 后来盗墓团伙的几个成员 又见了几次面 确定了利益分配和任务分工 如果盗墓成功 作为出资人的王某阳 将会得到三成的利益 为了盗墓不出现差错 王某阳还异想天开的 托张某找关系 因为他听说 张某的堂姐 认识一个在湖北省公安厅 工作的女官员 就他这样子完全说 盗墓他说那不行 不同的不可能的 在这事情办法的之前 谁也保费 现在国家抓到检查的 那我说我是八杠工程的 之后盗墓团伙开始购买盗墓工具 虽然王某阳出钱 但盗墓行动过程中的账目 都由王某鹏负责 最初 王某鹏跟王某阳承诺 投资三半到五万块钱即可 可是到后来钱花的越来越多 买工具我记得印象上没花多少钱 经过我的手好像是有几万美元 工具他买那个发电机是一千五 一个的 结果的我这里拿去是一万五 这时王某阳已经投资了二十几万 可是迟迟没有实施盗墓的消息 王某阳感觉自己被王某鹏骗了 想退出盗墓团伙 第二次我就觉得他们骗了嘛 我就发火了我不干了嘛 但我好吃歹说 又说把什么压给我 车压给我 信誓当当的把人头也抵上去了 我说 因为那个是一个 我也想了好几天 没地方拿钱 将近十几天的日子要还了 我心里面 还是那种存存运动的一种侥幸性 经过三次踩点后 2015年12月14日晚 盗墓团伙才在王某阳的一再催促下 开始动手 为了防止受骗 王某阳原本打算亲自到现场督政 没想到还没到目的地 就被实力铺派出所民警抓获 被捕后他才明白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 他们一直跟我说就是买工具工具补到位 就是拿钱嘛 其实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挖嘛 就打了这么一个洞嘛 其实他们根本不会让我成功 他们只是想骗我钱 并且之前王某阳和张某找的关系 也是一场骗局 张某的堂姐根本不认识公安厅的领导 被捕后 王某阳说 每天不用在还钱的恐慌中度日了 他反而觉得很踏实 你看欠赞欠那么多 你看我们那天公司9月5号 几千人在我们公司门前回家 有哭的有砸的有闹的 在低谷了 垂死增长 真的是像我现在这样 在脑里面 反而有些时候是很舒坦的 睡觉睡得很安稳 我在外面啊 说句实在话 将近六年没有睡过安稳觉 回顾以往 他说他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并且希望在扶行前能与父母见一面 在自己特别无助 在监狱里面 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亲爸亲妈 一个他们来了 心里上面有安慰 我好好改 出去以后是不是 但是没来 只有一句话 太满 我老婆比我爸妈对我好多了 我也说了 如果说我出去以后 再对不起他 那我真的真的是畜生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这位王某阳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认定 如果一个人要没有钱 就会被人欺负和看不起 只要有钱了 就会被人尊敬 不管这钱是从哪来的 所以他就去棒了一个 搞非法集资的 估计也有黑社会背景的那种 违法乱纪的一个所谓的大哥 给人家当马仔 然后就有了点钱 从此他就认为 自己特别受人尊敬 但是像他们这么一群人 急来自也没有能力 钱生钱 所以很快他们就 还不出钱来了 然后就得被抓起来 我估计他是个小喽喽 也抓不到他的份上 可是每天被人追债的滋味 也不好受 被人组八代的追着骂 追着打 咱们的感觉是 我觉得这时候 如果我身上还有一块钱 我也愿意 能还一块是一块 少一个人来追着骂我 就少一点 但是他不 他手里好像还是有一点钱的 但是他不还 他由着你们骂和追 然后他每天继续吃喝玩乐 反正我觉得他心眼也是特别宽 不知道怎么想的 然后明明他们就是骗 还被另一群骗子给盯上了 告诉他只要投资三万 挖分到墓 然后明天就还给你几百万 这一听就是不靠谱的事 然后他居然就去干去了 一群人天天让他追加投资 都投了好几十万了 一分钱收益都没见着 最后被警察抓住了 挖分到墓就是中罪 再裹上点前面非法集资的罪 我觉得就很糟糕的一个结果 然后他干的这些事呢 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干他这人生一步一步走的吧 觉得特别可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白老师 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他有钱不还 还要过那种歌舞生平的这个日子 和最后他被另外一波骗子骗 这两个是有必然的联系的 他为什么有钱不还 还要过那种歌舞生平的日子 是因为他内心当中 对于自尊自卑这样的一种 内心的冲突是非常的剧烈的 因为我没钱 因为他们都欺负我 所以我就是一个特别被人瞧不起的 现在我就特别想要去享受 那种被尊重 被追捧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要把我的钱留着 不还给别人 他们爱死不死 跟我没关系 我得留着去买尊重去 我得去留着买身边的这些 这些追随我的人 他拿钱留着干这事 那么这时候他的软肋就出现了 就人们知道 一旦你给他所谓的尊重 哎呀 王总你真棒 王总你真有眼光 王总你真实大体 那几个骗子 就说了两句 说的 哎呀 这个东西 王总回头给鉴定一下吧 王总喜欢就好 他说一看人家说话 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这一看人就不是骗子 对 因为人家他要的 这个王某 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被尊重 被瞧得紧 拿他当回事 这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人家骗子抓住了你 这样的一种心理 那可不就会 就填和你呗 就填和你 但是我 我觉得他的这种心理状态 和他说他是自大 但我认为这个自大 背后隐藏的就是极度的自卑 这个跟他的家庭教育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 你看他的 有钱之后 全家人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发生巨大改变之后 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 在干什么呢 没有说整家风 没有说去考虑攒一些钱 来去开创我们 更好的一些未来 父亲去搞外遇 对 而且就是 他有钱的时候 他爹妈就跟着挥霍 到他进监狱的时候 太忙 说太忙 不能来看孩子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我们就可见在父母的眼中 这个孩子是被工具化的 就是我能赚着来钱 我能给家里边争荣誉 那么我对于这家庭 就是有价值的 有用的 否则的话 你就自生自灭 那么他在这样的一种 自我判断下 他可不就会穷凶极恶的 想要去赚钱 来去填补自己内心的 无价值感 这就解释了 就是他一直觉得 他说人要是没有钱 就是处处被人看不起 只要有钱 人家就会都尊敬你 然后他只问贫富 他不问是非 我就一直奇怪 是他们那地儿的环境 就这做派呢 是他们家人就这样呢 还是他自己 就太渴望钱了 然后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按说这不是这么个规矩 白老师刚才讲了 他首先他家庭的那个方面 他就 就首先他家风就很差 但是不光是他家风差 其实这跟当地的这个春风 甚至是这个市风 也有一定的关系 金钱过度的扩张到 作用和影响力 扩张到很多领域当中去 使得金钱变成 很多社会人员 他不问来路 英雄不问出处可以 但是你钱不问来路 虽然不可以 但是他就变成个事实 你有钱 评价就高 从重要标准 变成特别重要的标准 甚至变成唯一的标准 你说这怎么呢 所以说到这种环境下 他就说我赚到钱了 就赚到成功 就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